這個房子真的很怪 我就說 剛剛你們已經講說 它地下室可能有一個車禍 或者駕駛以後 可能沒注意把它買起來 當然這是傳說 可是這個房子很奇怪 因為我們看了 其實蓋的外觀還不錯 然後進去以後它已經 怎麼講就是比毛胚屋還再好一點 因為它電梯也進去了 然後磁磚也進了 油漆也進了 那這個我們要先問一下謝老師 就是說如果在施工中的意外發生 這也算是凶宅嗎 基本上在法律上認不認定是凶宅 這個我們不知道 這還要法律認 但是因為這個在施工的過程裡頭 如果發生了意外之後 那有時候必須提到 因為意外的時候有時候它的靈 有可能沒有人特別把它超賭 掉回去的話 那就有可能會從此就封在這個房子底下 是 那當然也有人 我們剛才聽到 這個可能他講的是發生意外 也有人目前 曾經在南部發生過那個房子裡頭 他在挖 後來去就說他房子有問題 挖地基 結果沒有想到地基挖出來 那人骨一堆 一堆 這個我們聽說過 對 那另外還有一個寺廟是這樣 那個寺廟到後面就是 連所有的廟柱都發生一些狀況 後來他說怎麼樣 為什麼呢 他說廟裡頭那個神被趕走了 然後結果他就說沒有辦法 那怎麼辦呢 後來就那個廟裡的神 到另外一個廟裡頭去找神明幫忙 那結果那個神明後來起駕 到就你知道他們不是有那種 那種神駕嘛 廟柱 到這邊來之後 就直接看在那個地上面 就開始敲 就敲 沒想到真的在挖開那底下 挖到骨頭 所以其實在民間裡頭 如果真的發生過意外 如果真的有屍體或屍骨 埋在底下 不管它是以前的 還是現在發生的 對於現在這個房子的地氣來說 都會產生影響 那如果是在公領域 譬如說有些大樓的終點 有時候會發生意外 那這個怎麼辦 這是要整個大社區 一起來處理嗎 這個我以前有處理過 但是他是因為管委會人很多 主委有時候跟副主委意見就不合了 不要再說底下的住戶 因為人有時候你一棟大樓一個社區 就好幾百戶 以前我有遇過一個就是說 他以前有一個新聞 就是一個小孩子 國小 然後媽媽給他沒收手機 他就跳樓 跳樓自殺 然後這個副主委 就那個小孩跳樓 是新聞我們看到 其實他是第三個 之前已經有跳過兩個人了 那就是抓高鐵 就是走到那邊就跳下去 走到已經跳到第三個 那個副主委找我的時候我去處理 我說這個你要你們管委會開會 同意我們才有辦法處理 你管委會不同意 你一個人同意也沒有用 我說不然你就把你自己的家裡面 管好就好了 不要公領域的地方你就不要管了 還有一個是板橋那附近 有一個很高的大樓 那他中庭是一個水池 那也跳很多個 住這附近的人都知道 那個水池 游泳池 因為很多公共社區 他就是做一個游泳池 他跳了好幾個人 那這個也沒辦法處理 因為那個是公領域 那個一個社區有好幾百戶 你也要大家同意財人處理 那後來就大家知道了 就盡量不要去買那邊的房子 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就消極的對抗 對 就消極的對抗 可是房子一直漲 那那邊相對的變成說 大家知道是鬼屋 可是他的房價比較低 那漲起來大家還是去買 因為沒辦法那邊便宜 可是他的公領域 就跳了很多人 然後我們剛剛看到的 我們去的那個地方 其實還有一個現象就是說 有一些房子 其實是蓋在陰宅的地上面 那個也很容易出問題 像我們去看的這個 剛剛影片上的那個 其實因為你影片沒拍出來 它的外格局是有龍沙也有虎沙 然後它的龍邊還有一條水 那個看起來其實是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 都是晚上的 雖然沒有辦法看得很詳細 可是你看出那個輪廓 都應該是屬於好的 還不錯的陰宅風水 可是它偏偏就是蓋在那個上面 就等於它風水用錯了 對 它是蓋在... 你不是死人住的房子 死人要用的地 你去活人去蓋在那邊 就是說這個風水適合陰間的 對 但是你蓋了一個洋宅在那裡 對 還有台北近郊 有一個山 我們不要講它的山 但是它有一個綽號 這個營造業的大家都知道 建築公司大家都知道 那座山的綽號叫八卦山 為什麼叫八卦山 因為有八家建設公司掛在那邊 所以叫八卦山 只要蓋都不行就對了 對 那個都是跟... 屬於陰的風水 對 你陰地 你硬要蓋洋宅 你蓋下去都是出問題 而且我們看這個房子 它好像附近滿空空的 對 它是獨立的一棟 對 獨立屋會有影響 就是會有不好的影響 比如說附近都是... 什麼房子都沒有 只有一棟 這樣會不好嗎 還是說還好 獨立屋的話基本上是這樣 周邊如果說 我在平原上面來說的話 我就變成什麼 就像金雞獨立一樣 那不是你飛沖天厲害 可是問題就在於 就因為你孤高啊 只有你一個人特別高 裡面都住單身汗 都孤獨這樣 每一層住一個 不要想說風吹日曬雨淋 它完全沒有其他的幫忙阻擔 所以在裡頭來說的話 當然這個基本上 住的人健康方面 就容易出現一些問題 反而不好 因為溫度會容易降低 可是第二個問題就在於 我們剛才聽到 如果在山區呢 山區的時候就要特別注意 因為有些房子 它會蓋成面山 有的是背山 背 而且還滿近 對 如果你是面山的話 它有個問題 我面山前面是高山 阻擋在前 我後面可能就是懸崖 因為它旁邊有吸水的話 它有可能就是斜過下去 擋前斷後 對 可是反過來 如果我後面太貼近山 我面朝出去的時候 前面這個路也要夠寬 不然出去絕路 對 一出去下去 這個對於後代的 每天出門走下坡 你看 真的 對不對 就是說你一定要有一個 一定的寬度就沒這個問題 並不是說這種房子都不能住 對 那以比較 就一般人來看的話 那種房子有一個壞處 第一個 有可能會有蛇 對 因為 山區 因為我看過有一個就是 就他們房子蓋 然後但是後院的邊邊 就是僅靠著那個山 山坡 那個很多蛇 還有蚊子 蟲 會比較多一點 然後就還有潮濕 會有一些潮濕 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如果說你距離一定夠 然後那個採光一定夠的話 其實這個問題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接下來 剛剛那一段後面 又在亂叫 不是亂叫 是害怕人叫 而且你們從一句看到那個影子 我覺得你們有一點 就神經非常緊繃 對啊 因為一下你又看到那個布有沒有 電梯的布 一下門又關 然後一下又黑影 現在又蛙蛙叫 然後你看 你看那個 Michael Jackson上升 好 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發生什麼 這個是我親身的經驗 那時候處理一個 就是應該這樣講 就有個年輕人他過世 大概不到一年的時間 那當然他家裡的人本來是 一般過世不到一年 還沒有入到祖先牌的時候 他會在家裡掛一個蟹籃 掛在牆上 結果後來 當然這個太太後來就說 差不多快要對年了 他不想拜祖先了 他希望這個師父 能夠幫他請到這個寺廟裡頭去 因為當天我是在現場的 結果突然間 你知道那個就要 就開始請他進來 然後把閃耀收起來 突然間外面看到狂風暴雨 把那個落地窗的那個窗 啪那個吹開來 然後風雨這樣吹到裡面 整個那個連落葉都吹進來 在15分鐘之內 然後外面這狂風暴雨 後來他們當然 後來他們問我說 為什麼會這樣 我就說應該是這樣講 這個他過世不到一年 為什麼他不要拜祂 因為這個太太 應該就是在短短的那個期間裡頭 先生屍骨尾寒期間 已經跟別人在一起了 所以你要把他請走 又不要拜祂 他很生氣 晃進來 那個真的15分鐘 那個太太嚇到 那個臉色發白 那我都不敢出來 那後來說 那個你們幫我送去那個就好